前面的视频咱们讲到 中国国家安全部开通了公众号 并且发布了一篇超硬的文章 反间谍需要全社会动员 这篇来自于官方的雄文 可以说是吓破反贼的胆子 之后仅仅过了10天 国安又发布了一篇硬货 题目是重拳出击 国家安全机关破获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案 这篇文章毫不意外 又是一篇十万家的爆爽文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 这是官方第一次指名道姓 说是美国中情局 要知道以前说某国 这回都是指着鼻子骂了 自然对一众吃瓜群众 那是直接爽懵了 由于这件事可说的很多 咱们赶快开始今天的内容吧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朋友磊哥 8月11号早上7点 公众号发布消息 重拳出击 国家安全机关破获美国中情局间谍案 披露了一起美国中情局 拉拢腐蚀我国军工集团 涉密人员做间谍的事 这是近年来少有的对美国指名道姓 称抓获对方情报部门间谍的消息 过往在宣判之前 一般都不太报道 非常的低调 而这次非常明显 国安部门非常高调 要知道 上一期视频里面 咱们刚刚说过 中情局的头子伯恩斯在7月底美国阿斯鹏安全论坛上得意洋洋的说 美国在中国的情报网络重建 已经取得进展了 第二天 伯恩斯就被劳G.B.拜登 直接升为了内阁成员 有点表彰他的意思 结果一个月时间不到 中国就非常高调的宣布打掉了中情局在华情报网的一个据点 而且国安的新闻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 说的是近期干的事 而且根据从小看跌战片的经验来看 间谍一般是打掉一个背后一条情报链条 他就连锅给他端了 7月24号 我外交部发言人回应伯恩斯的发言是说 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维护国家的安全 从这点就能看出来 美国人他就是说说 而中国是说到做到 那边刚得死完 这边就放消息告诉老美 又断一个 这打脸的感觉真的是妙 从这你来我往就能看出 大国之间的间谍战都指名道姓了 还对外展示了一些细节 就说明隐秘战线斗争形式非常的复杂 这次公布的细节有三点值得高度的警惕 首先就是电影里面那种搞美人记 POA真的都在用 这次公开信息里并没有说 美国拉拢的叛变人员 他是男还是女 但是详细情况里面说了 美情报人员是如何攻略的 首先是找机会接近 然后约聚餐 约交友看电影看歌剧 然后发展成密切的关系 让被拉拢的曾谋产生了心理依赖 无独有偶 年初公布的信息 云南有一个女的是政府部门的涉密人员 她更惨 这个女的被间谍情感欺骗还被人家睡了好几次 而且这个女的她本身是已婚的 后来她回到云南还说服了自己的老公跟她一块出卖情报 好家伙 绿帽间谍是第一次听说 当时美特就是把自己打造成好好先生 通过欺骗感情的方式拉拢相关涉密人员叛变的 而这次的例子也是用了同样的情感手段 从这次的案例说 邀请观赏歌剧这个细节来看 说明这个曾谋大概率也是女性 大家还记得耶伦的饭局吗 那一桌可都是女的 近些年啊 考工的女性越来越多 加上美国重点打造女权 这都说明女性现在是西方情报机构重点对象 从性别来讲 女性更容易感性 更容易出现情感的依赖 非常容易被套路被POA 大家可以观察 近年来网上那些极端的精美反华狗 女性的比例是不是开始上升了 第二 敏感岗位安全教育防范漏洞还是不少 曾某为军工集团人员公派出国进修的 按理说涉密人员外派之前必须要进行安全教育 但是与间谍的交往过程中 他还是被人用情感钻了空子 这就说明单位根本没有掌握当事人的交往圈 生活圈 这就留下了安全漏洞 这都说明我们的重要单位 敏感岗位人员在外派前的安全教育还是不够啊 还是停留在形式大于实质的情况 就比如上面提到的这两个案例 都是和其他人在交往的过程中动了真感情了 这都说明对外派管理制度还存在空子 这都是必须要引起注意的 第三点 现在军工系统是间谍重点渗透的对象 这点主要是受于国家体系的重点扶持 中国这些年军工科技是突飞猛进 很多领域都已经占到了世界的前列 所以西方自然重视 另一方面也说明西方确实是害怕了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情报机构自然是要对我们无所不用其极 而军工集团由于知识密集 技术密集肯定需要做各种交流 这就给西方情报机构留下了渗透的机会 在斗争形势越发激烈的情况下 我们对于敏感岗位还是要必须多留意一下 不能给敌人留下空子 这才能确保国家的安全 其实每次谈到这些话题就会有小白跳出来跟我杠 说知欲骂怎么现在中国天天就是斗争斗争的 没办法 我们也是没办法 现在的世界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对立 而这种对立是美国挑起来的 人家现在从国家层面的战略竞争法案上 就已经明确把中国列为最主要的对手了 所以从贸易战抓孟晚舟19年香港20年疫情 新疆棉台湾台科技战根本就没有停止过 所以面对敌人的威胁中国内部自然要团结起来 警惕起来 这时候再不斗争那国家就危险了 这种情况下团结是人生来的本能 哪怕是远古人也知道外敌入侵的时候应该加强团结 一致对外 所以真不是咱们挑起问题 咱们是真正去解决问题的人 还是教员那句话说的好 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 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王 帝国主义就是纸老虎 干他就完了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 别忘给了个点赞 感谢您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